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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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朋友,你們好,我是Matthew 今天我想和大家示範 怎樣用Google Form 做一個登記的表格 或者一個 survey,一個問卷 其實最近有朋友 問我究竟怎樣 最簡單的方法 已經可以做一張表格 給別人填,但Google Form 就是最方便的方法 現在我和大家示範 首先我們來到 Google Chrome 搜尋 為了我們 去製作Google Form 其實我一般來說 都是首先去 Google Drive 去Google Drive 其實都是很簡單 我只需要打 DRIVE.google.com 我已經可以去到 DRIVE.google.com 我已經可以去到 我去到DRIVE那裡 其實因為我已經登入了 用我的Gmail帳號 所以我進來 很快就已經看到 我有一些文件 在這裡 如果我要 製作一張新的 其實我只需要 在這裡 按一個 NEW 按一個 加號 跟上NEW 你看到 已經有一個 叫做Google Form 的地方 我就按一下 進來的時候 其實是一張 Blank Form 是沒有名字 沒有成的 那它這裡 就說 你可以速度 你的Creation 那我姑且 就不理它 那我自己 慣常 我都會先給 一個名字 譬如 我們就去 講 我們有個Lunch 叫做 Application 那我當我要去 或者叫 Registration 假設我要安排 Lunch 那我要給別人 Registration 那當我這樣 打的時候 我在這裡 按一下 Untitled 的Form 它就會拿了 我剛才打高的名字 作為 這個 Form的名字 以後 我就會看到 Lunch Registration 那當然 我是可以打 Description 你可以打 很多字 上去 所以 隨便你 就是 This is a Wonderful Lunch Organized By Matthew 好 那我隨便 打一些東西 那我這裡有個 叫做 Untitled Question 那其實你是可以 開始問 一些問題 那現在 其實如果我 嘗試去 按一按 這個 齒輪 那 齒輪 有時候 其實呢 就問我們 會不會 聯繫 Email 那假設我們真的 不會的 那我就很簡單 我就 選擇 然後呢 你就會見到 有個 Response Receipt 那如果你 按摩 上去 那你會看到 Respondants Receive A Copy 那 都OK的 那我就 假設我 那那些 Respondants 可以收到 那你有得 那你 有得 給他們選擇 究竟他們 自己想不想收 那你就 Require Sign In 你會問他要 sign in 才可以填 是否 limit to 1 個 response 你是可以 limit 人 to 1 個 response 即是他不可以重複去填 如果你有得去沒有選到 他就可以重複填 那你可不可以改動 那我就不可以改 c summary and text responses 他能否看到其他人填了的 summary 一般來說我都不會讓他們看 假設每個人只可以參加一次 我就會 take limit to 1 個 response 在這個時候我可以 save 它 如果你看到我一 save 的時候 他基本上就已經是有一個 email address 的位置 作為第一個位置給別人填 那都幾方便的 因為他幫你 check 是否一個 email address 那很明顯 如果你要給別人報名去參加一個 event 那你可能就會問他究竟你叫什麼名字 那當我打名的時候 Google form 聰明到一個地步 他就知道是一個 short answer 那這個 short answer 其實他就會有一個 short answer 的 text 你可以告訴別人 究竟怎樣填才好 那我這裡就不說了 那我是可以 set 它做一個 required 的位置 即是說他一定要填不填得 那譬如除了名字之外 你想去收集他的電話號碼 那假設我呢 就有兩個做法 我一是就 duplicate 或者我就是加一個新的問題都可以 那我呢 今次就示範 duplicate 先 那當我 duplicate 的時候 它仍然都是叫名字 但是今次呢 我就想說 是個 mobile number 那我放了一個 mobile number 的時候 其實呢 其實呢 其實是可以選擇入數目字的 不過呢 我覺得那些人又會打個hyper 又會打個space 那我就任由他放在那裡就算了 那另外一樣東西呢 就是 你是可以給別人一些 choices去填的 那假設我現在真的加一個新的 question 就是呢 譬如呢 我先讓他選擇那個 dish 即是吃什麼東西先 那現在呢 譬如呢 我可以選擇一個叫做 叫做 multiple choice 那我選擇 multiple choice 所以我選擇 option 1 那譬如呢 我就說吃 sandwich 跟著呢 然後呢 option 2 那譬如呢 我就說吃 noodle 對啦 跟著呢 或者呢 你可以給其他東西去選擇的 即是 another 那 another 其實呢 就是其他東西 那現在呢 我基本上呢 就沒有其他東西選擇的了 我再按的時候 就會有 option 3 出來的了 那譬如我做多個option 3 譬如是Rise 好 那這個呢 我可以是require 可以不require 如果不require 那時候呢 即是說呢 我不填都可以過到了 在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把form 大致上呢 就已經create完的了 在如果你想看一下 那張form 是怎麼樣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是可以呢 按個preview 鍵 那當我按個preview 鍵 的時候呢 你就會見到 然後呢 就要按個require 一定要填的 那我要填個 你的email 你的name 和你的mobile 那 究竟什麼 ditch呢 就是這樣 我特意看一下 other 那當other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是可以呢 被人填到呢 去other 填些什麼東西的 譬如說 我是想吃 sushi 這樣呢 你是可以填到這些東西 下去 那 正說如果你記得呢 就是說 他可以request send一個copy 給自己都可以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provider 他的email address 是要對的 好 好 我回到這裡 那張form呢 如果這樣 平平無奇 可能就叫做 不夠美 原來呢 上面呢 這裡有一個按鈕 就說 可以customize 那個theme 那我就按一按 customize 其實呢 你是可以選擇 自己的相片 就放上去 那個 的 form 上面 那譬如呢 我 選了一幅 很colorful的 糖 上去 那我一insert 那 其實呢 上面呢 就會多了 糖 那如果我去回 form 那裡呢 其實我一refresh 你就會見到 有些糖 在那個form 上面呢 就更好看 那你見到 color 都變了 上面有些糖 在那裡了 那現在呢 其實呢 那張form 已經ready 去收集數據 那至於呢 你怎樣去share 那張form 給人呢 其實呢 就很簡單 你只是按個send 那那個send 呢 那你呢 可以send 把email 那你可以填 那個email address 又或者呢 就是呢 你可以呢 send 一條link 給人家 那這條link呢 你可以呢 直接copy 就已經可以send 給人家了 那另外呢 如果你覺得這條link 太長的話呢 你就可以shorten 那個link 就變成一條短一點的link 但是其實是一樣的 另外一個更加厲害的做法呢 就是呢 就是呢 你可以embed 去你的website 上面 那如果你embed 上去你的website 上面的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 define 究竟的闊度 是 你想是set到幾闊了 那一般情況 我猜大家都不要set 那麼闊 因為呢 方便人家 用手機看的時候 不會太過論盡 那你是可以慢慢modify 那你見到呢 他還有一些additional option 就是share form by Facebook 和Twitter 都有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 幾方便的方法 那這樣呢 就已經做完了 那我現在呢 就嘗試呢 嘗試呢 嘗試這條link先 然後我copy 這條link 那我呢 就開一個新的browser 我就把這條link 呢 paste下去 這樣就貼了下去 那我其實呢 就會開了那張 真正那張form 那譬如呢 我現在呢 就打個電郵地址下去 那譬如我打個公司的電郵地址 那因為呢 我曾經呢 就 填過這些東西 他就已經幫我填了這些 number 那譬如呢 我就 選擇other 我就說是sushi 那我就 send me a copy of our response 那我應該呢 在這個 info at solomon.hk上面呢 我就會收到這個 填了的form 那我一submit 那我剛才呢 在setup的時候呢 我就不讓他再填第二次 而且呢 是看不到的summary 所以呢 他呢 去到這裡呢 就已經停了 是沒有其他事情做的了 那但是呢 如果我作為一個admin的話 我想看回那些的result 那我就 回到我將form的setup 那個版面那裡 那 假設呢 我已經刪掉了 我已經離開了 我在這裡 不知道 怎樣去 有沒有人去 submit form的時候呢 我其實呢 我就需要回到我的google drive那裡 那我refresh一下我的google drive 我回到google drive那裡的時候呢 其實呢 你就會看到 其實呢 我將form 應該 launch registration 就在這裡 彈了出來 那除了這裡彈出來之外呢 我在下面那裡 我都應該會找到的 那我現在呢 就不在下面那裡找 我直接找回launch registration 所以呢 改個靚名呢 都幫助你將來容易找到的 那現在呢 其實我這裡呢 你就會看到呢 我有一個叫做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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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呢 Response 就有一個這樣的位 那 Response 你就會看到呢 有一個 人 Matthew Test 88888 就選了呢 這裡 有一個叫 Sushi 100% 那它有個 summary 還有呢 就是你會 Per question 呢 你會看到那些 Response 那另外呢 就是 這個是Name 這個Mobile number 還有這個叫Dish 那但是呢 如果你說我需要 放下去一個 Google Sheet 上面 那其實那個方法呢 就是呢 你就按一下 就create 一個 spreadsheet 那或者呢 你這裡 按三點呢 你就會呢 Get email notification 我喜歡做這個 那我是喜歡做這件事的 凡親呢 有人 申請呢 我呢 Email 就會收到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呢 你可以呢 Download 那些Response 作為一個 CSV 即是一個Excel 那樣 可以看到 那另外 如果你說不喜歡 我想呢 存在一個 Google Sheet 上面呢 我們就按這個 Create Spreadsheet 那當我Create Spreadsheet 的時候 它就會被 By Default 拿了我的 Form的名字 就 Code with Responses 就在這裡 那一般情況 我都會這樣做的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呢 我就 零零射射射 你看到 它在開一個 新的 Spreadsheet 有我正說 填我的 資料 在這裡 那現在呢 這一剎那 其實這一個 Spreadsheet 呢 我 我繼續去填 新的 Form 下去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呢 就會有新的 數據 在這裡 繼續加進去 那譬如呢 我又再來一次 那如果你記得 我剛才不是 Copy了連結 那我再Paste一次 我再下去了 那現在這個情況呢 那 它呢 已經認得 我呢 就曾經是填過 所以呢 它 不讓我再填 那所以呢 現在呢 我就開個另外一個 browser 那 我開 這個Edge 就 嘗試 用另外一個browser 去再填 那我才可以填到的 因為我限了每個人 只可以填一次 沒錯了 現在呢 因為呢 我在一個Edge上面 沒有這個紀錄 那我就用我 第二個的email address 來去 做實驗 跟著呢 就 嗯 跟著我又再填 這次我就選 sandwich 就算了 我又傳一個 嗯 copy 給自己 那我 submit 完的時候呢 我現在呢 就 回到我的 嗯 spreadsheet 你看到呢 我進來 你已經看到 我第二個 的testing sandwich 已經在這裡 看到了 那所以呢 就 其實呢 都 非常非常 非常之簡單 和方便 那 理論上 因為我踢了 每個人 就是 去 submit 那張 form 我就會收到 那個email 那所以呢 如果呢 我呢 去回我的email 我呢 Google 裡面 Gmail 那我呢 就應該呢 就見到 有人 submit 了 那我第二次 我用回我的email 去示範 所以呢 可能呢 你見到呢 Your form Nunch Registration has new response 那你就會見到呢 他有這樣的 notification 就通知我 有人呢 去 submit 了 自動化的 只要你呢 去選對了 這些 這樣的 選項呢 那你呢 以後呢 你再看的時候呢 譬如 Summary 你就可以很快 看到呢 有哪些人 報了名 而且呢 他們報名的時候 你已經呢 Being Notified 已經是被知會了 那整件事 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希望呢 能夠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需要呢 去安排一些活動 又需要別人的報名呢 就是這麼簡單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